中共中央当年秘密开辟红色交通线 目的是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 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封锁 因此反侦查反破坏 也是交通线上生死攸关的课题 我翻阅了多位交通员的回忆录发现 中共地下党被预防万一和应对特殊情况 实际上当年还开辟了另外几条 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副线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汕头老市区的延城街 这个地方老汕头人也俗称为轻便车头 因为在民国早期的时候 这个地方到城海曾铺设了一条 轻便车铁路 那始发站就设在这个地方 我手里拿着的就是轻便车的老照片 它是一种靠人力在轨道上推动的交通工具 按照党史记载 当年叶剑英在交通员的秘密护送下 就是从这里乘坐轻便车前往城海 选择了另外一条秘密交通线辗转去往中央俗区 叶剑英早在1927年就参与了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随后又受中共委派在广州指挥了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不久 国民党反动派悬赏十万元到处通缉叶剑英 当年他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 直到1930年秋才回到上海 不久叶剑英当选为中央苏区军委委员 于次年一月被派往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 根据党史记载 叶剑英同样是从上海秘密出发 乘轮船经香港短期停留之后 在岸计划前往汕头 此次为了确保将叶剑英安全护送到苏区 敏西特委特别派出了资深交通员卢伟良前往香港 很快卢伟良就辗转来到香港跑马厅 找到了叶剑英的同学聂皇家里 在这里见到了叶剑英 几天后他们在办理离境手续时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这时传来了中共广东省委军事部秘书长 杨剑英同志被捕的消息 随即谣言四起 说什么叶剑英被捕了 叶剑英同志听了这谣言 置之一笑 我们知道敌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必须提高警惕 早日离开香港 负负责护送叶剑英的卢伟良 后来被任命为大部交通中站站长 他的回忆录中 关于护送叶剑英的那段经历 特别是他们所走的另一条显为人知的路线 成为后人研究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重要史料 叶剑英的二七年参加了广州无专起义 而且是主要领导人这一 认识的人很多 加上他是本地人 所以走没巷大部这条线 怕人家认出来 所以当时香港交通上的长卫华 他就特别交代不走这条路 那后来又按照什么样的线路走过来的呢 叶剑英从香港来到山头 山头做了开完城海的清边铁路 到城海以后就转黄缸了 由黄缸在步行进至大步 据卢伟良回忆和地方党史记载 叶剑英 卢伟良等一行 从城海步行抵达 饶平黄刚须过夜之后 由饶平当地交通员刘同带路 沿着山间小路日夜兼程 途经饶平北部 赶往大步的布东游击区 虽然长途法涉十分艰辛 但多年后 卢伟良在回忆那一段大家一路上 说说笑笑的情形仍然记忆深刻 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为减少赶路的疲劳 叶剑英同志一路上给我们讲解 《红楼梦》里的人物 我虽然没有读过《红楼梦》 但听到叶剑英同志通俗的讲解 感到很有兴趣 当时我只想叶剑英同志 讲《红楼梦》是随便说说 后来才领悟到 他原来是在赞扬贾宝玉的造反精神 批判王熙凤的两面派行情 不久之后 叶剑英等人进入大部的布东游击区 终于安全到达了 当时的中共饶河部线围所在地 河村 自1927年 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之后 拨洒了革命火种 饶平 大部 平河等地 相继爆发工农武装暴动 并在各地建立了党支部 就在叶剑英到达之前不久 在中共闽西特北领导下 中共饶平线围 平河线围 大部线围 礼越边公围 整合成饶河部线围 统一领导三线等革命工作 而县委机关初期就设在 临近广东福建交界的河村 根据卢伟良的维意 叶剑英在此地短暂休息了三天 还引邀为当地的党人干部 讲解了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式 当年叶剑英住过哪个地方呢 那就不知道 就知道干部就住这里 我是听我父亲说的 因为这边有地下室的嘛 可以下去 后面可以走的嘛 为什么要搞一个地下室呢 不知道本来都有地下室的 以前就是关牛啊 关猪的 全都是地下室的嘛 你看 哦 从这儿下来是吧 人在哪边 你看家家都是用的 这里也是啊 哦 也是啊 放一个梯子那边 人就走到下面来 哦 迅速撤离到下边来 撤离到下面来 哦 然后背后就是高山 那么从呢 山上转移出去 要上福建 要去哪里去走 去摇离到哪里去走掉了 哦 哦 此后 饶河部县委派出一个班的红军队伍 安全护送叶剑英等人到达永定 在沿着其他高级干部所走的交通线 前往红色首都 江西瑞金 而实际上 为了确保地下交通的安全 当年中共地下党不仅开辟了多条 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 而且在护送干部时 也采用了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的灵活方法 留下一段段佳话 照片上的这位就是当年 闽西交通大战战长 集管饶平的李佩群统治 而这位则是华南交通总战战长 集管大部的饶北华统治 两位分别是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 就加入了共产党 而且多年从事地下工作 因此解放后 他们在回忆录中就谈到了很多 关于红色交通线的往事 根据他们的描述我们得知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线路 其实不仅仅一两条 根据李佩群回忆 在早期 香港的党员干部要到苏区工作 可以由香港经广州转南雄进入江西 但这条线在1930年一度被敌人破坏 另一条交通线就是叶建英所走的 由香港经汕头转饶平黄岗 再转饶和部族区而到闽西 还有一条是由汕头 潮湾到松口 梅县 交陵 平远住江西苏区 不过 这两条线路曾遭敌人破坏 后来也中断了 而根据饶魏华回忆 从香港出发到苏区的交通线 起码有四条 除李佩群所提及的之外 可以由香港至越南海防 至广西十万大山转江西 也可以由香港至越南河内 经广西镇南关 入广西至江西 而且他还提到 邓小平张云义都走过后一条线 至于这两条线是否经常使用 回忆路中再不提及 但李佩群和饶魏华都肯定 唯有汕头到朝安 大步 永定 这条线始终保持畅通 它是有船舟的 什么人找什么路线比较安全 但大步是走这条水路 家用的到永定 可以去走路线 所以有人评价 说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 是推步跨打步浪的地下航向 为什么叫做推步跨打步浪呢 当时不算是国民党要维度 还有地方的团队 还有些土匪 他们都是有干扰这条线里 但是从来我们还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而即便是经香港到汕头 朝安大步永定这条最安全的交通线 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临时变通 据李沛群的回忆 一般在中央有重要文件需紧急下达时 或者有比较重要的领导干部往来时 为缩短时间 他们会避开香港 直接从上海坐船到汕头 而交通线在进入苏区之后 由于战争的原因 局部线路也时常进行调整 在1931年之前 位于干南的中央苏区 与福建的闽西苏区之间 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分割封锁 1931年9月间 珠毛红军向东打下福建厅州 使干南和闽西都纳入中央苏区范围 苏区内的交通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永定它是属于赤白交界之处 最先我们永定跟上行 它还没有连成片 所以交通员应该也还是不够的 不可能说哪一个就走一个 所以必须要等到 来一大批的人的时候 统一护送 因为进入上行的时候 它就将相当于是 进入了苏区的中心的 是比较安全的地带 所以到了后面 到了后面我们已经连成片的时候 那就可以随到随走 在汕头红色交通站 就职陈列馆的众多展品中 有一支民国时期的女士手表 是由党史研究专家 秦子高老先生捐赠的 他告诉我们 这是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亲戚 留下的遗物 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款式 当年中共高级干部通过地下交通线时 交通站的人员都会根据实际情况 对他们进行化妆 手表有时也是化妆的需要 离住林超从上海化妆 成为阔气的太太 来到山头 住在了金莲宇馆 来到宾馆以后 要改妆 交通站 给他摆了一些 一般平民的妇女的妇妆 还有他这个头发 打个戒 化成中年妇女 要到山西去找二人 礼拜几天化妆成 他的表弟 例如还有个老乡生 希特利 要进入初期 来到山头 陈平年给他说 你来化妆成 教师打扮 要他穿了 尝尝 买了 修校的课本 放在那个行李那边 戴上了眼镜 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 李德 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上 护送的最为特别的革命同志 由于李德是洋人面孔 中共地下党先安排他 从上海登上英国客轮 抵达汕头后 李德与精通英语的 中共地下党员 董建武接上了头 入住由英国人开办的旅馆 市宜楼 第二天 李德以考古学家的身份 被董建武护送到潮州 坐上了大部交通站 台来接应的木船 当时派了两个交通船来接李德 李德当时就坐在后一些船 前面一个船打墙站 看有什么问题 就叫李德避一避 当船行到亲戚的税务站在查货物给人家 这时呢 墙面的船 后面的船 说墙面已经在查 那个焦忠仰呢 不会讲话就用求是 说你会不会潜水 李德点头 以后都要在船底下 慢慢随着船 撑过去 过了这个 所以站 他又上了船 尽管当年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 被誉为敌人打不掉 催不垮的地下航线 但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 有若干为赤胆忠心的交通员和革命群众 还是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也留下了一段段可哭可泣的故事 请继续收看第六集 不屈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